摄政王和阿子在一起的时候 对着他换了我的名 这件事是阿子的身边人栏栏告诉我的 摄政王与我算是青梅竹马 我还记得我11岁那年 他13岁 他笑着说要许我三叔六礼 八台大叫娶我进门 但是他掀了红盖头的人不是我 是我阿子 阿子与我不是一个娘胎里生的 阿子是我父亲与一个关家小姐生的 我父亲极喜爱那关家小姐 就像我与摄政王一样 他们也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但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我父亲娶了我母亲 生了我 我母亲嫁到我父亲家时 做事雷厉风行 府里的下人都有些怕我母亲 觉得我母亲是棒打鸳鸯的恶人 总归我母亲母家的势力是厉害些 那些人也闹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对我也是恭恭敬敬的 与其说阿子的出生是个意外 倒不如说我的出生是个意外 我父亲是偷偷瞒着我母亲 每月初五去见那关家小姐 那关家小姐姓何 我不知道她的名语字 母亲也不与我说 我母亲心思缜密 察觉到父亲的不对劲 就派了下人跟着 等那下人回来时 唯唯诺诺不敢出声 我母亲一拍桌子 吓得那下人当即跪倒在地上 把头都快磕破了 我是早产 身子弱 总爱哭闹 如母哄不住我 便抱着我找了我母亲 我有些好奇地看着那下 人额间烟红的血 娇娇地唤了一声 娘 我母亲见了我 柔柔地抱过了我 开始哄着我喝药 那药里面加了黄莲 我闹腾着不想喝 非要吃蜜剑 碎了一地的白瓷 抬手叫下人收拾了 然后让地上跪着的那人出去了 等所有人出去之后 我母亲突然抱住我 开始哭 我以为是我没有乖乖喝药 让母亲生气了 于是用白嫩的小手 摸摸母亲的头 我哭的时候 母亲也是这么哄我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哭 但我大了细细想来 也许不用那下人说 母亲也知道了 何小姐是小门小户出身的 我母亲没怎么放在心上 淡淡地与我父亲说 要是他想娶何小姐 他是让的 我父亲当时高兴过了头 将京城上好的绸缎 都送给了我母亲 我母亲笑着收下了 那是他父亲第一次送他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 我母亲当天夜里 便叫人将那些绸缎撕碎烧了 其实这件事怨不得我父亲 那关家小姐 本来就与我父亲相好 只是没想到 我母亲也看上了我父亲 我父亲那时年轻 一身轻衣 墨卷书香 出口成章 母亲放心暗许 跟家里吵着闹着 要嫁给我父亲 母亲嫁过去之后才知道 原来我父亲不愿娶他 我父亲是有了心上人的 母亲能嫁过去 都是因为家里的事理 我的外祖父是礼不尚书 从二品的大官 我父亲那年刚得了近视 官徒坦荡 意气风发 我的外祖父说 要是我父亲不娶我母亲 就让他到丹州去 做个小县令 我父亲虽爱何小姐 可以爱自己 到底一个女子 还是比不过关运 父亲便从了我的外祖父 娶了我母亲 何小姐跟我有点像 也是早产 身子也弱 何小姐是坐在一顶小轿里 过了偏门的 我父亲拉着我母亲 说了一晚上掏心窝子的话 还是没让我母亲改变主意 不许让何小姐走正门 我没见过何小姐 也不知她到底什么样子 但听下人说 何小姐心善 比我母亲好 对下人也好 那时我还不知道 何小姐与我母亲的恩怨 觉得气恼 何小姐明明是个妾 怎的就比我母亲好了 因着这个事 我好几天都窝在房里 不肯出门 何小姐带进门的 还有个小女儿 是我阿子 我见到我阿子的时候 何小姐已撒手人寰了 父亲哭了几天几夜 哭瞎了眼 那之后 眼睛看东西 便不利索了 我母亲心里 还是爱惨了我父亲 将我阿子过继到他的膝下 让他照顾他夫君 与其他女人生的孩子 阿子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阿子 我当时就笑了出来 跟他说 你才是我阿子 应当我换你阿子 我阿子那时有些怕羞 红了脸 等着我换他阿子 我这个人有些坏 没有换他 硬是让他换我阿子 我阿子性子软 拗不过我 滴滴地叫了一声阿子 便不再说话了 我阿子大我三个月 是和小姐生的孩子 父亲疼他 比疼我多一些 我母亲是朝廷的告命夫人 进宫陪贵人聊些家常的时候 我也跟着 阿子牵着我的手 在四四方方的皇宫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齐明 也就是后来的摄政王 齐明的母亲 与我母亲是姊妹 按理说 我该换他一生表哥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看到 他在欺负我阿子 我阿子性子软 他抓住 我阿子的手不让他走 非问他是哪个宫的小宫女 为什么见了他不行礼 我把齐明揍了一顿 他哭得好惨 惨到将我母亲引了过来 我母亲扭着我的耳朵 问我为什么 我哭着说他坏 欺负阿子 我母亲当时一愣 似乎是没想到 我与阿子这般要好 便松开了我的耳朵 没再说话 回府时下人说 我母亲那日没用完善 齐明不是吃素的 我当时与他扭做一团 虽说我是将他打哭了 可他也咬了我的脸 我脸上白白嫩嫩的 那一口红彤彤的牙印子 格外明显 我还没说疼 阿子先哭了 那一晚阿子没睡觉 给我讲了一晚上的花本子 当时我觉得 阿子真好 后来那几日 我再也没在皇宫里 见到过齐明 可能是被我打怕了吧 我将这话跟阿子说了 阿子笑了一声 说我傻 不知道是不是齐明没闲住 又随着他母亲进宫了 我见他时愣了一下 连阿子都笑了一声 齐明穿着小小的盔甲 拿着一把短短的木剑 恨起冲天地向我走来 你就是前几天打我的那个 有本事 你再来与我比试 我见他神色认真 忍不住想逗他 你别哭鼻子 再找我娘告状 阿子拉了我一把 我知道阿子的意思 他怕我吃亏 齐明还没说话 就被他母亲拉走了 我本来还想说两句 却被阿子扯了扯袖子 我侧头一看 我母亲也来了 我缩了缩脖子 跟着母亲进了凤衣宫 去给皇后行礼参拜 那时我才八岁 阿子也是八岁 那天什么也没发生 我与阿子就回府了 我躺在阿子的床上 拨弄他床漫边上坠着的流苏 我跟阿子说 要是那个小臭孩还欺负你 你就跟我一起揍他 我阿子被我逗乐了 但是他还是摇摇头 轻轻地说 睡吧 我见阿子没回应我 有些不如意 撇撇嘴 裹着被子扭到了床隔处 再不跟他说话了 阿娇 我听到阿子温柔地换我的小字 却还是不肯理他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到 有人在轻轻拍我的背 嘴里说着什么话 声音柔柔的 但是 我没听仔细 那人就不说了 第二天起来时 那夜的梦我便全忘了 再次进宫时 我与阿子又见到了齐明 只是 他这次没穿盔甲 也没上来 就喊我打架 我跟阿子随着母亲 去了皇后的宫里 皇后有个儿子 三皇子 李志义 李志义比我跟阿子都大 他已经十六了 也封了王 不知是不是皇上心里的意思 封王便做不了太子了 李志义 李志义带我与阿子都很好 他看出 我在皇后宫里有些拘束 便带着我 去了宫里的一处小亭子 萧王殿下等等 我阿子还在里面 我低头扭着手绢 红了脸 我知道 这么说话不合礼数 甚至有些得寸进尺 李志义带我出来 我却还要求 他也带阿子出来 幸亏他没怪我 还将阿子带出来了 李志义让下人 给我们拿了风筝 他说 要教我们放风筝 下人拿了几个来 我觉得不太好看 便没拿 也不知是李志义 看得出 我不喜欢这风筝上的话 还是怎的 他让我们等着 便亲自去拿了 我当时见李志义走了 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心里有些怕 虽说李志义亲人 但到底是宫里的皇子 孟家还是得罪不起的 阿子 见我手心出汗 偷偷塞给了我一团手帕 让我打开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包着几个酸溜溜的梅子 阿子悄悄冲我摇耳朵 说这是 他从皇后宫里带出来的 看我当时吃得多 觉得我应该爱吃 我有些惊喜 平日里阿子胆子小小的 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 我紧紧抱住了阿子 亲密地蹭了蹭他的脖梗 我跟阿子在小凉亭里等李志义 等了许久不见李志义来 我便由着杏子 躺在了凉亭中的大理石长座上 阿子双手捧起了我的头 让我枕到了他的腿上 为我揉着脑袋 我惬意地眯着眼 昏昏沉沉的 不知天水何处 有些倦意 哎 一声叫喊惊了我的睡意 我有些脑 起身看着不远处的小孩 原来是前些天那个哭包 我紧紧盯着他 阿子拉着我的手 怕我们俩再打起来了 齐鸣走近了 在我跟阿子的对面坐下 他看了看我 似乎有些羞涩 我娘说 你是我妹妹 我瞪了他一眼 我猜不要什么哥哥 我拉着阿子 扭头就想跑 却见阿子被他扯住了袖子 我冲齐鸣喊了一声 你松开 齐鸣摇了摇头 还是紧紧地扯着阿子的袖口 但一双漆黑的毛子 却是看着我的 我娘说 要是你跟我说你的名字 便是你原谅我了 就让我吃饭了 要我松开 先跟我说你叫什么 阿子刚想说话 我便捂住了阿子的嘴 你不松开 我就揍你 齐鸣摸了摸鼻尖 红着脸巧声说了句 我叫齐鸣 是哥哥 你揍我 我也不告诉你娘的 我当时还小 根本没意识到 他说这话时 阿子是不开心的 阿子的毛子 垂得低低的 有些难过 但是我没看见 我哼了一声 拍开了齐鸣的手 拉着阿子就跑远了 我听到齐鸣喊了几声 似乎想追 但是我没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我跟阿子 又回了皇后娘娘的宫殿 却看到母亲 在门前等着我 母亲说肖王发病了 皇后娘娘早些散了人 我点点头 却又像想到什么似的 冲着紧闭的宫门跑去 阿娇 阿娇 母亲唤了我几声 我不肯听 我只记得 阿子给我带的酸梅子 原来你叫阿娇 齐鸣在我的身后说着话 我刚要回头凶她 母亲却走过来拉住我 想让我安分些 我见宫门上了锁 便捶着头 跟着母亲往回走 母亲拉着我 阿子也牵着我 临走时 我还是恶狠狠地回头 瞪了齐鸣一眼 不许叫 齐鸣说了些什么 我没听清 她也被她母亲拉着走了 临走时 她冲我挥挥手 我看见了 别过头 没理她 我与齐鸣 在庆语十六年相识 她知道了我的名字 我叫孟和 阿子叫孟兰 阿子的名是我父亲取的 听阿子说 兰字是她母亲的名 我那时才知道 原来何小姐叫何兰 我的名是我母亲取的 我的名不像阿子那样 饱含浅犬情义 因着生我那日是种下 孟府里的荷花池子 是清香惜人的 我便有了这个名 其实这么看来 阿子与我也差不多 何小姐生阿子那日 是孟春 玉兰花开的野宴 后来在进宫的时候 我与阿子便不常见礼之意了 见得多的还是齐鸣 齐鸣知道 我是他表妹之后 确实对我好了许多 有时候我生了闷气 把气都撒到他身上 他也不恼我 只是一声又一声地 唤我阿娇 叫我轻些打 本来我是不愿齐鸣叫我阿娇的 可是架不住 他日日送我画本子和枣泥糕 云片糕 芙蓉糕这些小时 男人手短 吃人嘴软 也便由着他去了 我跟齐鸣玩得好了之后 就有些冷落阿子了 齐鸣老是拉着我 给我看些新奇的玩意儿 齐鸣的父亲 是当朝的镇军大将军 是大官 有不少人上赶着巴结 大将军不要的东西 便留到齐鸣这儿来了 齐鸣每每得了宝贝 便偷偷拉着我看 我几次想带上阿子 但齐鸣说 我要是带上阿子 就不给我看了 那稀奇玩意儿 像是猫爪子一样 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次次都叫一声好阿子 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其实我跟齐鸣做什么 阿子都是知道的 每次我这么跟阿子说的时候 阿子老是朝我笑 也不拦着我 日子久了 我便不好意思了 那一次 齐鸣拉着我去看新东西的时候 我非要带上阿子 可是齐鸣不愿意 我就跟他吵了一架 从那之后 我们谁都没理谁 见了面也是装作不认识 扭头就走 还是齐鸣先顶不住了 他写了信差小四给我送了来 那信我现在还留着 放在梳妆台的第二个小匣子里 信上说他错了 说了我一堆好话 然后便说了一件 我从不知道的事情 他说 我阿子的母亲 抢走了我父亲 这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阿子过季过来的时候 我母亲只跟我说 这是那个我从未蒙面的小妾的女儿 我当时还奇怪 为什么要我换他阿子 不应该是我比他大吗 我问了母亲 母亲没回我 只是冷着脸 撤了我晌午的小时 我第一次怨母亲 觉得他不明事理 只爱罚人 后来我大了些 也不纠结这件事了 母亲让我叫他阿子 那我便叫了 阿子二字 一叫就是十八年 可那之后 因着礼数 我便不能换他阿子了 改换摄政王妃了 齐鸣给我写了信之后 我在进宫便问了他阿子的事 我第一次进宫 没牵着阿子的手 阿子也没怨我 齐鸣给我讲了 说阿子的母亲和小姐 本与我父亲是要结亲的 可是我母亲嫁了过来 可和小姐还是不死心 缠着我父亲非要过门 齐鸣说得天油加醋的 我知道这些话不是齐鸣说的 而是齐鸣的母亲 我的亲小姨 我听得浑浑噩噩的 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的府 晚上的时候 阿子来找我 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第一次破天荒的美里阿子 我当时觉得 阿子见我眉之声 敏敏唇 叫厨子给我做了消暑的酸梅汤 他以为我是让暑气热着了 往日我睡得最沉 可那一晚我没睡 连眼都没合 我想不清楚 到底谁对谁错了 有时觉得我母亲错了 有时觉得和小姐错了 思来想去 我觉得阿子最可怜 可到底是谁错了 我想不明白 却不想问母亲 我怕母亲会罚我 等我回过神想闭眼的时候 门外的大丫鬟 却叫了时辰 卯食一刻 小姐该起身了 那几日我进食也是淡淡的 母亲瞧着我没什么精神器 让人在后院搭了个戏台子 请了顶有名的唱戏班子 我不情不愿地 被母亲劝着去了后院 听着台上的戏班子 滋滋呀呀地唱 红绿浮动只让我眼花 我从小碟里挑了几个国府 却觉得不甜 我本想回房 侧头看母亲 母亲正高兴 我便不好多说些什么 子檀木桌子上 爬上了一只黑蚂蚁 我拿着磕过的瓜子皮去逗弄它 一时间让它翻了个跟头 好没劲 我装作低头捡东西 从桌子下的空档里 悄悄看了眼阿子 这几日我没顾上他 没与他说话 也不知他怪不怪我 我偷看他的时候被带住了 阿子冲我微微汗手 玩耳一笑 我红着脸一开视线 慌慌张张地起身 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丢人 母亲打赏完那些唱戏班子 已经是喂食了 我从人群后面悄悄溜回了房 总觉得有人看着我 我回头张望 却没瞧见人影 许是我多想了 我见乌闻道一股异香 淡淡的 倒是舒心 我问了房里的大丫鬟 她说是梦兰小姐送来的 说是看我神色奄奄的 许是晚上的蚊虫 扰得我睡不着 我皱皱眉 一旁的丫鬟眼尖 见我神色有意 开口道 小姐 要撤了吗 我摇摇头 想让丫鬟伺候着小气的时候 刚刚回话的大丫鬟开了口 说 要是我还是睡不着 就去阿子那里睡 到底不是阿子的错 我尾时太小心眼了 虽是这么想 但我心里免不了还是有些借地 还是有些怨她 按理说 其实她该怨我才是 毕竟我母亲抢了她父亲 我是不怎么信其名的 我偷听了下人们说话 才知道是我母亲 抢了和小姐的夫君 我还是去了 阿子没怨我 也没问我为什么 好像那件事 就像是燕尾红毛 侵略亲过 谁都没怎么在意 第二日回房的时候 我掏出了阿子留给我的酸梅子 是那日在宫里小凉亭中 阿子带给我的 手帕上沾了些糖渍 黏黏乎乎的 现在是暑天里 日头也大 我凑下头闻了闻 那酸梅子变味了 我将梅肉踢了出来 择人将帕子洗净了 又将梅盒裹起来 小心翼翼地塞到了 梳妆台的第二个匣子里 那之后 我跟阿子好像和好了 又好像没有 其实阿子没跟我置气 都是我一个人在胡闹 有时候 齐明拉着我 去看新玩意儿的时候 我也不去了 齐明问我 为什么 我告诉他 我阿子对我很好 跟你说的不一样 齐明愣了愣 他侧头看了看我阿子 我也看了看 很漂亮 温婉贤淑 府里的下人 都说我阿子大了 就是个玉美人 齐明劝了我好久 我一直摇头 还是没去 幸亏齐明 没因为这件事跟我生分 他只是私底下悄悄跟我说 要是阿子欺负我 就告诉他 我敲了他的脑袋 没用力 跟他说我阿子不会欺负我 那之后 因着我一直说我阿子的好话 齐明对我阿子也很好了 他说 他不想看我难过 我们三个一直相处得很好 但齐明总是更亲我一些 还是和小姐的缘故吧 我总觉得 齐明看阿子的眼神怪怪的 日子过了许久 我的新衣裳又添了许多 母亲说 之前的那些穿不上了 母亲带着我 去挑了新绸缎 裁了新衣裳 可是没带阿子 我让府里的小厮 拿着我的钱袋子 去裁了新衣裳 偷偷送给了阿子 我母亲对阿子尾时有些坏 我有些看不过 母亲私底下 让我默语阿子走近了 我没问缘故 母亲知道 我有听闲话的坏毛病 我十一岁了 阿子也是 天气晴朗 汇丰合唱 但云书卷 远山寒带 我跟阿子去了齐明府上做客 说是做客 其实还是小孩子玩闹 齐明跟我都上着学堂 阿子也上着 只不过母亲将他送去的晚些 我们三个论了一会功课 齐明说他有竹蜻蜓 我来了兴致 我喜欢玩这个 齐明色给我的竹蜻蜓 跟阿子的有些不一样 我的竹蜻蜓有些丑 木头上还渗着点点红 我问了齐明 怎么我的这个这么难看 齐明的脸好红 他又生得好看 我忍不住掐了他一把 齐明抓住了我的手 有些别扭的跟我说 这是他自己做的 我回头看了看阿子 他淡淡的秃 看着我们玩闹 没说什么 齐明府上的后院 比孟府的要大很多 我们三个玩累了 就躺在了草丛里 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天 我那时还是体虚 喝着药 有些是睡 听着齐明跟阿子说话 眼皮就有些沉了 齐明一开始 还晃了晃我的肩膀 让我别睡 我敷衍着嗡了两声 他便不管我了 让下人拿了个软枕垫 在我头下 我果真睡过去了 醒来时 阿子跟齐明都睡着了 我偷笑了两声 因为齐明老是笑我是瞌睡虫 我将软枕垫在了阿子的头下 阿子皱了皱眉 我动作又放轻了些 也得亏眉把阿子吵醒 我这一番动作 却将齐明吵了起来 齐明翻了个身 趴在地上 一只手撑着脑袋 另一只手玩弄他送我的竹蜻蜓 阿娇 我发现你长得好看些了 齐明笑着跟我说 他眉眼弯弯 看得我有些恍惚 我朝他嘘了一声 捂住了他的嘴 谁让你乱说话的 我在他身侧又躺了下来 看着水蓝的天 天上的云很稠密 阿子说 这样的天是要来雨的 真的 没骗你 齐明抓住了我的手 凑在我耳边巧声说话 我侧头看他 觉得他在骗我 齐明眉眼深邃 我从他明镜的目光里 看到了我自己 我觉得 我长得不如阿子好看 府里的下人 也是这么说的 阿娇 等我大了 我想娶你做媳妇 齐明撑着脑袋 笑得坏坏的 我知道他在笑话我 他老是这样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再理他 齐明见我不理他 站起来又在我面前躺下了 阿娇 我说真的 三叔六礼 八台大叫娶你进门 要是你跟我母亲吵架了 我会帮着你的 我敲了他的脑袋 没留尽 他哀了一声 我忙捂住了他的嘴 他声音有些大 阿子还在睡 我朝阿子的方向看了看 阿子已经起来了 手里拿着软枕 还是淡淡地看着我跟齐明闹 还是没说话 我不知道阿子听去了多少 我心里有些羞 多怪齐明 我把气全撒到了齐明身上 弹了他的脑门 他捂着脑门冲我笑 我觉得齐明好傻 我跟阿子走的时候 齐明冲我挥了挥手 还冲我比了个口型 我没理他 觉得他好没羞 转眼快到了阿子的集机里 阿子满十五了 能嫁人了 但我睡在阿子的床上时 阿子悄悄跟我说 他不想嫁人 我当时凑到了阿子身旁 学着齐明的样子 暧昧不明地问阿子 阿子有喜欢的人了吗 阿子一开始不想理我 后来竟被我问得脸红了 我惊了一声 第一次见到阿子脸红 于是更不依不饶 好阿子 你就跟我说 我是不告诉旁人的 求你了 阿子 好阿子 阿子红着脸点点头 我更是得寸进尺 问他是谁 不管我嚷了多久 阿子这次就是不肯说了 阿子拍着我的背 温柔地说 天色晚了 阿娇快睡吧 免得长不高 我冲阿子做了个鬼脸 把头埋进了被子里 不肯再理他了 我长不高这件事 算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阿子跟齐明 已经高出我许多了 而我还是跟十一二岁那年一样 我跟他们一起玩 就像是两个人带着个小人 虽说母亲带我看了许多医馆 但大抵都没用 我心里也有数 我知道我以后就这么高了 齐明笑话我 阿子也笑话我 四月初五 是阿子的吉吉礼 我阿子的吉吉礼 是我父亲一手操办的 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都来了 何小姐与我母亲的争执 外人是知道些的 因此阿子的身份就有些尴尬 我看完了阿子的三次家里 采医 发簪 屈居申医 拆棺 令月即日 始家圆福 妻而幼稚 顺而成德 授考为奇 戒而景福 几月令辰 乃身而福 静而威夷 书身而得 眉寿万年 永寿胡福 以岁之正 以岳之令 贤家而福 兄弟俱在 以成绝德 黄狗无疆 授天之庆 甘礼为后 家见令方 拜授祭之 以定而详 成天之休 授考不忘 我听着旁人念 觉得好生无趣 我看了看阿子 阿子安安静静的 神色温和 其实我心里觉得 阿子也是烦这些老实子的 阿子换了三次衣裳 我觉得阿子最后一套大袖礼衣最为好看 趁得阿子愈发明艳动人 跟天仙似的 下人说的果真没错 阿子就是个愈美人 我摸了摸脸 我还是跟小孩子一般稚嫩 母亲总是说我没长开 我好羡慕阿子 阿子礼毕之后就早歇息了 他说他有些累了 孟府还是灯火通明 我父亲在外头招呼客人 阿子睡下了 就没人与我说话了 我有些愁闷 偷偷溜出府 我还有三个月就急急了 我有些不想急急 我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子 我在外头逛了许久 府里忙上忙下的 估计我母亲都不知道 我已经出府了 我进了首饰铺子 我觉得今日我阿子的发簪真好看 有个香猪的梨木簪子模样倒是别致 我有些喜欢 我手里没银子 闲逛了一圈就出来了 又四处看了看 有些想找齐鸣了 我走到了镇军将军府门前 刚想叫人通船的时候 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 阿娇 我回头看 是齐鸣骑着一匹红枣马过来了 他一身双眼穿红飞衣 腰间别一条降温宽边紧带 青丝高高竖起 身形心长 俊美无双 齐鸣驾马而来 拉着我的手就将我还在了马上 我惊呼了一声 想怨他 却觉得傍晚的小春风吹得舒服 便将骂他这事给忘了 我被他抱在怀里 我是不怕骑马的 因为齐鸣之前教了我好多次了 但我一直不敢自己骑 我总是找借口 让齐鸣带着我 但是齐鸣每次都能识破我 非要我叫他一声哥哥 不然就不带我 我有时候脑急了他 就不理他了 他老是哄着我 开始叫我好哥哥 我哥哥笑两声 就放过他了 我扣着他袖口上的流云滚鞭 问他 我三月后集机里 你送我什么 我以为这次齐鸣会像以前一样 让我求他告诉我 但是齐鸣这次没说话 我狐疑地扭头看他 他一只手放了缰绳 轻轻捂住了我的眼 阿娇 我想与你说件事 小春风很柔 却也把齐鸣的话吹散了 我心里乱乱的 我怕是不好的事情 一路上 我跟齐鸣都没说话 直到齐鸣骑马到了一处小亭子 才停下来 我太矮了 下马这种事也要拜托他 齐鸣拉着我的手 走进了小亭子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方帕子 擦了擦石凳上的灰尘 再将帕子翻过来铺平 让我坐下 这件事我是笑话过他的 我觉得他一个大男人 还带着帕子 齐鸣也不恼 说我叫阿娇 自然娇贵些 阿娇 我父亲升官了 郑国大将军 齐鸣的父亲升官了 我觉得这是大喜事啊 可是齐鸣面上不太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这是喜事 然后又跟齐鸣说了 好一通道喜的话 可齐鸣一直懒懒的 我也说不下去了 问他怎么了 齐鸣认真的看着我 口气有些像今夜的小春风 等我爹风官大点一过 我便随我爹去边关了 我问他 边关在哪里 齐鸣看了看 天上灵星的几颗繁星 冲我笑 阿娇 你站在了皇宫的琉璃瓦上 也是看不到的 我看他又是懒懒散散的模样 觉得他不认真打我的话 却又觉得他要走 舍不得冲他发脾气 你还会回来 看我与阿子吗 齐鸣一愣 摸了摸我的脑袋 眉眼深深 情思万种 会的 阿娇 我会回来看你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的吉吉里 你能来吗 齐鸣却低下了头 抿着唇 没说话 他只是握着我的手 又轻轻捏了捏我手上的一处小胎记 一个小巧的朱砂痣 在手背偏左处 我觉得齐鸣很坏 他老是这样掉人胃口 可我又觉得 齐鸣在骗我 也许他以后都不来看我了 我小声抽气起来 我好舍不得齐鸣 齐鸣慌了神 似乎没想到我会哭 便低声哄我 我抬头看他 他一双桃花眼 含着醉人的春水 眼里装着小小的梦盒 我见他这样温柔 便哭得更大声了 齐鸣用袖子 一遍一遍地擦我的眼泪 他袖口上的流云滚边 都看不清了 齐鸣轻轻地说 阿娇别哭 我好心疼 我听他说心疼我 鼻涕眼泪的 都一股脑抹到了他袖口上 心疼我 为什么还要走 齐鸣骗人 他见我哭得凶 没了法子 拉着我抱在怀里 也不停下 后来我哭累了 就在他怀里睡着了 涣散恍惚间 我察觉到头顶一众 好像有人亲了我 那夜的月也柔 风也香 是飘着玉兰的香风 我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日了 听我母亲说 是齐鸣将我送回来的 那之后 我没再去找过齐鸣 多少有点赌气的意思 我阿子去看过齐鸣 我托我阿子 帮我给齐鸣捎了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七月初六我生辰 我不知道 齐鸣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我那日想见齐鸣 可齐鸣还有半个月就走了 我最终还是没去 为齐鸣践行 只是躲在人群后 远远地看了一眼 而齐鸣也没能来我的生辰 只是托人捎了信 信里还裹着根簪子 与我那日相中的 梨木簪子有些像 齐鸣的信上 也只有一句话 却让我欣喜若狂 阿娇 我想为你取字 女子十五带字归中 取字这种大事 只得由夫君来 我将我的欣喜告诉了阿子 我被冲昏了头 没注意到阿子的语气淡淡的 不怎么在意 阿娇 你要嫁人了吗 阿子这样问我 我有些别扭 红着脸恩了一声 阿子便没再同我讲话了 我与阿子的交情淡了些 我说不出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了 阿子对我还是很好 吃鱼的时候 还是会帮我挑鱼刺 我觉得 可能是我想多了 阿子怎么可能与我生分呢 转眼便到了深秋 父亲在阿子的小院中 搭了个秋千 我好生羡慕 但我知道 父亲不会亲自动手给我做的 于是我便日日去找阿子 阿子也知道我的心思 只是没戳破我 阿子 你什么时候嫁人 我在秋千上晃 阿子在后面轻轻推我 等你嫁人之后 我看不见阿子的神情 但我觉得 阿子的语气 有些淡淡的忧愁 我没再问阿子 阿子近日身子不大爽利 父亲说不让我说些 让阿子难过的话 我其实是不想阿子嫁人的 阿子走了 便没人带我这样好了 但我又想阿子嫁人 我希望阿子能跟我一样 择个好夫君 每每想起齐鸣 我便开始想 齐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时候 我的新嫁衣 是找人才 还是我自己做 齐鸣喜欢男孩 还是女孩 我想了许多许多 没忍住笑出了声 阿娇 快睡吧 阿子拍拍我的背 让我快些睡觉 我躺在阿子的床上 静静地看着床帐上的金线苏绣 还是在想齐鸣 齐鸣走的这些日子 我每月都与他通信 后来不知怎的 我便与齐鸣说不上话了 我以为是边关出事了 对着我父亲哭哭啼啼 说了好一阵 才知晓 原来是边关交战 齐鸣没空回我了 我等阿等 日日到寺庙去祈福 希望齐鸣不要出事 有日我去寺庙抽签时 抽到了下下签 大凶之兆 我趁着周围没人看见 将那签折断了 塞到了袖子里 今秋十月 我替齐鸣求了平安符 托人送了去 也不知道管不管事 我日日提心吊胆的 连饭也吃不香 终于边关算是打完仗了 我急急忙忙地给齐鸣写信 齐鸣跟我说他没事 那群小毛贼 他都收拾利落了 我笑了一声 觉得齐鸣一点都没变 刚打完仗 齐鸣可能有空闲日子 给我回信的话也多了 讲了好多边关的事情 说他们在边关晚上 是穿着瘦皮郁寒的 还说边关风沙多 有次他被迷了眼睛 缓了好一阵子 齐鸣还说 边关生活做饭不太如意 他日日跟着军队吃些粗饭 好的时候能吃上烤羊腿 齐鸣说 要是有机会 就等着回京城烤给我吃 我被齐鸣说得心疼了 想去看他 齐鸣第一次训了我 让我乖乖的 不要乱跑 不然他会担心 我能回齐鸣的话不多 也就是说说 近日我做了些什么 阿子又做了些什么 京城出了哪些新鲜事 哪家的小姐公子又结了亲 齐鸣的信回回都是欣喜的 我问齐鸣给阿子写信了没有 齐鸣说没写过 我觉得齐鸣偏心过了头 齐鸣说他就是偏心我 可能被我说了一次 齐鸣也知道不合理数 便每每在写给我的信后 添一句孟兰安好 这些信我都没给阿子看 我怕阿子心里头不舒服 觉得我与齐鸣是瞒着他的 但我又觉得 齐鸣就要做我夫君了 莫要与旁人再纠缠许些 得亏是齐鸣做了这个恶人 我便卖乖讨巧 捡了个便宜 阿娇 你长高了些 我躺在阿子的床榻上 与阿子说着闲话 我听了阿子的话 笑着说 我是开始长高了 说不定会比阿子要高 阿子冲着我点点头 阿娇定是比我要高的 我听了阿子的话乐开了怀 抱着阿子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阿子没骗我 府里的下人都说 孟二小姐蹿个蹿的猛 连五官看着也精巧了些 母亲那日在替我裁新衣裳的时候 拿了以前的衣裳比对 发现那衣裳直到我小腿 愣了一瞬 笑了起来 搂着我说 你大事八辩 阿娇是我亲闺女 我之前长得矮 相貌又普普通通 母亲总是觉得 我不是她的亲闺女 我母亲长得好看 当初是京城有名的大家闺秀 我写信告诉了齐鸣 齐鸣还是叫我小矮子 我那次是真的生了气 不想理她 我是真心实意想告诉齐鸣我的欢喜 但齐鸣还是笑我 我跟她说我不要嫁给她 齐鸣慌了 那次一次便送了我七封信 我拆开看了看 全是写我错了 阿娇别生气我 才是小矮子阿娇 别休我这些话 我思量一番 决定量她一量 不然要是以后真结了亲 她就要骑到我头上了 我月余没给齐鸣回信 就跟不要钱一样 齐鸣还说 要是我再不理她 她就向我父亲提亲 我被她吓着了 我父亲并不知我与齐鸣心意相通 要是齐鸣贸然向我父亲提亲 我父亲是要罚我的 官家小姐都是循规蹈矩 未出格前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我算是个浑人 本来就与齐鸣走得近 惹了些风言风语的 父亲也训斥过我几次 我不敢再招惹是非 我还是回了信 齐鸣笑着跟我说 我是她新家上的人 是不会让我难堪的 转眼我与阿子都过了二九方零 已十八了 父亲舍不得阿子嫁人 一直没给阿子提婚事 京城的官家小姐 普遍嫁人晚 二十岁嫁人的 怀孕了一片 我与阿子都不急 等着遇到对眼的再说 我将齐鸣的事 偷偷告诉过母亲 母亲轻轻扭了我的胳膊 说我不老实 她早就看出来了 我娇笑一声 叫了勾娘 其实只要我娘答应了我 我父亲是不会博了我的 我想着先跟我娘通个信 将来齐鸣也好说话些 这几年里 我与齐鸣通信 不如刚开始实勤了 只是每月齐鸣 对我道一声平安 我回一句无恙 但我觉得 齐鸣还是将我放在心上的 这几年 齐鸣回来了三次 都是年关回来的 我也与齐鸣见过 只不过打个照面 齐鸣就又急匆匆地赶回去了 我们也没说些心里话 多少有些遗憾 今年我照例又上了榜 不知是哪个风流人士 做了个榜 将京城为出格的小姐 都排了个遍 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 我没什么本事 母亲给我请教方的先生的时候 我总是偷懒 不肯好好学 没下多少力气 都只是学了个皮毛 旁人都说我是个花架子 空有一副皮囊 殊不知我听了这话好开心 老是在心里偷着乐 也有别家的公子 向我父亲提亲 但我父亲都由着我 我说了句不愿 我父亲便客气地将人打发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 以前我才衣裳的布装换了人 画本子又上了许些新鲜的 万香斋又添了几个新菜 有个菜名叫南风之我义 我听着新鲜便去看了 其实也就是用小巧的 玉碗盛的南瓜米粥 倒是引了好些人去看 连价钱也抬得下人 我与阿子十九了 齐鸣还是没回京 母亲有些急我 怕我嫁不出去了 我安抚了母亲 说齐鸣会娶我的 父母亲没理我 说男人都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怎么就知道 他心里还有你呢 我被母亲说得一愣 觉得母亲说得在理 却又觉得 齐鸣总不可能真的气了我 齐鸣封了宁远将军 按理说齐鸣虽领兵打了胜仗 短短几年 也是不能封将军的 齐鸣同我说 他是沾了祖上的硬币 才齐开得胜 封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位 又是年关了 齐鸣该回京过年了吧 在见齐鸣时 我有些认不出他来了 齐鸣变了许多 从我十八到十九 这一年的时间里 齐鸣与我说话不多 由原来的一月一书 到了一年一书 但我还是常常给齐鸣写信 问他过得好不好 齐鸣总是说他过得好 别的话便一句也没有了 齐鸣不再是当年 肆意张扬的模样了 他变得沉稳了许多 见了我也不再是 欢欢喜喜地上 来拉着我的手 同我说完笑话 只是恭恭敬敬地道 一句梦小姐 我打心眼觉得 我母亲说对了 齐鸣可能 不再围着我一个人转了 齐鸣没眼间的少年力气 在战场上被消磨殆尽 他眼眸深沉 像是千年古景 毫无波澜 我看着齐鸣 他像是陌路人 看中齐鸣的父亲 便派人邀了我们两家 还有另一家的官老爷进了宫 我在宴席上吃的东西也不多 我没兼愁苦 连阿子也看出来了 阿子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点点头 跟阿子说了一声 便出了店门 我一个人在店外转了一遭 走到了当初齐鸣 同我相识的那个小亭子 我走进去坐着 看着外头落雪 小亭子外白茫茫一片 星河陡转 还没进染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要问齐鸣一句 但我也变了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 懵懵懂懂 做事不分青红皂白 我便软糯了些 不像以前那样鲜活了 我在小亭子里 一个人细想 数着飘落的雪 齐鸣娶我 齐鸣不娶我 齐鸣娶我 齐鸣不娶我 齐鸣娶我 齐鸣不娶我 阿娇 我听到有人喊我 猛地回头 原来是阿子 不是齐鸣 我被我自己的想法一惊 原来我心里已经主意齐鸣 非他不可了 阿子走过来 为我披上了暖绒披风 握住了我的手 手都冰了 快些回去吧 我点点头 任由阿子拉着我回去 见过孟兰小姐 阿子停住了步子 我当时心里想着别的事 一头撞在了阿子的背上 哀悠了一声 阿子抬头看 我也抬头看 只是阿子朝他回礼时 我没有动 许久未见了 将军安好 阿子与齐鸣说着客套话 我低下头 但齐鸣低沉悦耳的声音 还是钻到了我心里 孟小姐多礼了 一别数年 孟小姐可还记得我 自是记得 当初我与孟小姐还是 齐鸣与阿子说起了以前的时候 我抬头瞪着齐鸣 他却像是没看见我一样 理都不理 我甩开了阿子的手 哭着跑了出去 阿子见我正脱开 想去追我 却被齐鸣叫住了 孟和还是小孩子心性 阿子迟疑地点点头 问 将军莫在与我客套了 明明是心上人 将军和苦装作毫不在意 小时候说的玩笑话 不作数 阿子猛地抬起了头 睁大了眼 齐鸣说 要娶我是玩笑话的事 是后来阿子与我说的 不过那时 我都不在意这些了 我哭着跑出去 以为阿子会来找我 但我自己哭了许久 眼睛都肿了却 没有一个人来寻我 我到底受不住寒 店里又有地龙 没骨气地自己起身 想走回去 何人在此 我听到有人说话 缩了缩脖子 又蹲了回去 我有些害怕 我现在这模样 丢人死了 那人走近了 我看见他手里的宫灯 盲抬手挡住了脸 别照 我是宫里的宫女 我撒了谎 你别怕 我不过去 那人阴色温和 我听着 心里也卸下几分防备 我看着那人确实没过来 想让小路走的时候 那人又说 姑娘 冰天雪地的 要是不想干活 就回宫歇着吧 皇上在宴请朝晨 店里忙上忙下的 多半是不会注意的 我愣了愣 他将我认作宫里的宫女了 我胆子大了些 捂着脸朝他喊了一句 不许说出去 我没看我喊完后 那人的神情 提着裙子就跑了 连头都没回 宴席上我姓魏阑珊 皇后娘娘叫了我几遍 我都未曾听到 还是阿子推了我一把 否则又该被母亲念叨了 梦河今年 是到了许假的年岁了吧 我点点头 皇后娘娘与我母亲相熟 有时候也会提点我两句 一直想着 给我择个好夫婿 母亲曾与我说 皇后娘娘有意 将我许给肖王李志毅 那时候 李志毅还未娶妻 后来不知母亲说了些什么 李志毅就与曾家大小姐结亲了 皇后娘娘没再问我些别的 微微汗手 果然他还是不在意我 将近两个时辰的宴席 他一次都未曾看我 回复阿子问我 我与齐鸣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 说我也不知道 阿子安慰了我好些时候 说齐鸣可能见了我有些害羞 我没回话 齐鸣哪里是害羞 他本就是厌烦我罢了 我见过齐鸣害羞的样子 齐鸣害羞说话也是巧声的 有时候会扭扭指尖 做些别扭的小动作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齐鸣这次没走 留在了京城 皇上说齐鸣抗敌有功 在京城歇息几日再启程 齐鸣因着礼节拜见我母亲 我与阿子当时都在前庭与母亲说话 便看见了齐鸣 齐鸣一边说着客套话 我一边细细打量他 他还是那副模样 狼才绝艳 事无其二 我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中的果子 看着齐鸣与我阿子说话 阿娇还小 这些都不急 阿子突然点了我的名字 我猛地抬头看 才知晓 他们在说我的婚事 我又垂下了头 我想不明白 齐鸣为什么突然对我变了态度 到时趁了 夫人请您回府 一位女子对着齐鸣耳语 我抬头看了看 那女子穿的不是下人的衣服 自打齐鸣一进来 我就注意她了 她贴在齐鸣身边 以往齐鸣身边是不带女子的 齐鸣走了 阿子与我说 那女子是齐鸣从边关带回来的 至于两个人怎么样 齐鸣也没跟阿子说 我被将药咽下去的国府噎了一噎 喘不上气来 脸憋得通红 阿子拿茶给我顺了顺 不然真真是要难受死 母亲说的果真没错 男人总是要变心的 我没忍住 又不敢当面问齐鸣 就写了信问她当年的话还作数吗 齐鸣没给我回信 只是派了个面生的小思与我说 让我自重 我那夜哭的魂都没了 后来阿子看不过 骂了她一晚上 在我心里 阿子从不骂人的 就算是被欺负了 也只是说句人各有命 可是阿子一边轻拍我的肩膀 一边说齐鸣的坏话 我不知是不是该开心些 齐鸣在京城没待多久 就又走了 那之后 齐鸣便不与我书信了 倒是与阿子通了信 阿子每次都给我看 我也循着齐鸣惦记我的痕迹 齐鸣的信后 只有一句话 孟和安好 我像是丢了魂一样 直到我夜半翻越 往日齐鸣与我的通信 每封信后 都有孟兰安好四字 那时 我才算是真的信了 齐鸣心里已是将我抹了去 我后来知道 那小女子是齐鸣的信上人 是阿子与我说的 齐鸣说她重伤时 那女子救了她的命 我皱着眉 感觉俗套 这是是齐鸣给阿子的信上说的 齐鸣也是草草交代了一句便算了 我不知阿子与齐鸣说了什么 齐鸣也开始给我写信了 信上话也不多 就一句 只不过是将阿子信上的孟和安好 挪到了一张空纸上 我认了命 每每夜里想起齐鸣还是哭 哭得打嗝也停不下 阿子便同我骂齐鸣 其实阿子骂得不狠 到底与我不是一个性子 阿子柔柔弱弱的 顶多说一句负心汉 我骂人的法子多了去了 什么红屁股大马猴 没脸没皮的大黄狗捉虫 都是我想出来的 后来阿子听着听着 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说我推坏 连母亲也说不清 我到底是眉心肝还是开朗 过了个把个月 我便忘了那事了 该吃吃该喝喝 仿佛没有齐鸣 这个人一样 今天是街榜的日子 我拉着阿子去看了 城墙哥处被围得水泄不通 我与阿子身子娇小 没挤进去 便只等着探花郎游街 我跟阿子在酒楼寻了个雅间 便坐在栏杆处 与阿子说着笑着 等如一儿郎游街 这酒楼位置好 那探花郎朝我们这边近些 我看了个清楚 我将手中的花枝子 朝他扔了下去 那探花郎接住了 我惊喜的一跳 没想到他能接住我的花 探花郎一路走来 伤了不少姑娘的心 独独接住了我这只 我说不清 到底怎么个想法 他要是与我家提亲的话 我或许会答应的 探花郎摇着花枝子 朝我笑了笑 叫了句姑娘 我才发现 他笑起来更好看 眼里跟碎了星一样 满是璀璨柔情 我偷偷在心里比对 到底是探花郎好看些 还是齐鸣好看些 我偏心探花郎 将他升到了第一位 其实我心里知道 齐鸣是当朝第一美男子 阿子笑着说我的好日子来了 我红着脸不说话 也不知 他到底要不要向我家提亲 母亲知道了这事 问我心里怎么想的 我点点头 说都好 母亲摸着我的头 说我莫在让人骗了心去 我托人一打听 才知道 探花郎是季家的二公子 名幻季宣 自长君 我碰到季宣 是在午后 那时我在小街上闲逛 逛到当年齐鸣策马 带我去的小亭子 便停了脚 蹲在外头看 做什么呢 我回头 撞进一池的湖光炼宴中 他的谋生的可真好看 好看的叫我晃了眼 还以为是天仙下凡 没什么 我也不矫情 答了话 看着季宣走到我身旁 你身边没个人跟着吗 我偷跑出来的 季宣对我的回答不知一词 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 我撇撇嘴 问他 为什么接了我的花枝子 因为我只认得你 季宣理了理他的衣襟 毁了我 我粗眉看着他 想着 到底是在哪里 见了这么一个人 按理说 不该记不得的 远处有人喊了季宣一声掌军 季宣冲我说了句再会 便走了 我想了好久 确实我没见过季宣才对 他是不是骗我 我在外头也没待多久就回府了 刚过年关 府里上上下下的 还是没安顿下来 母亲也没空与我说些闲话 只是拖身边的大丫头 问了问季宣的事 其实我也是不知道她的 随意搪塞几句便过去了 见那大丫头捏着帕子轻笑 说了句什么就走了 我隐约从风里听到 娇小姐也有中意的人了 在府里懒散了几日 随着阿子理了理后院 见十几年前搭的戏台子 掉了红期 便派人又重新上了期 我看着下人上期 侧头问阿子 这一年娘没请戏班子 阿子还想要看戏吗 听说明有对徽班子上京 唱功也是顶好的 阿娇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 看的南风小记吗 我点点头 没再跟阿子提这件事 今夜又要喂药了 我又想起齐明了 我小时候性子骄纵 连看个戏也耍小姐脾气 嫌这个不好 觉得那个不新鲜 得亏那时还在齐明府上 不然母亲定是要扭我耳朵的 脾气耍了一通 也把唱戏的六七岁的小林冠给气哭了 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 装糊了一脸的粉红 不知是齐明心疼谁 托人偷了他老爹珍藏的长剑 将那长剑上的两颗玉石扣了下来 送了我 也送了那个小林冠 我悄悄打量过 总觉得齐明给我的玉石 是要脆一些的 那时齐明心里有我 赶了三月有余 写出了南风小记 兴冲冲地跑来 拿给我看戏本子 我问他 怎么会写这个 齐明挠了挠鼻尖 不肯说 我见他有些别扭的模样 又想起以前他老是欺负我 心里有些气 不肯理他 齐明一边替我包着心进贡的琵琶 一边问我 阿娇 我想请那日的戏班子 练这个戏本子 好不好 少跟我虚情假意 我那日将那小林冠骂哭了 你到底向着谁 我扭着眉毛 一把拍开了齐明递过来的 刚包好的琵琶 阿娇 我的好阿娇 向着你 自然是向着你 少骗人了 阿娇仔细看看我哪里骗人 我以后是要娶你的 骗你岂不是要挨席打的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转头一口咬了他手中的琵琶 那琵琶之子 见到了他手上 他却不恼我 还笑嘻嘻地问我 他包的琵琶甜不甜 齐明出府的时候 碰上了阿子 阿子跟我说 齐明的这身新衣装做大了 我皱眉看了阿子一眼 齐明穿这件衣装 来找我已经三四次了 算不上是新做的 阿子见我皱眉 也没多说什么 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便拿了桌上的几个琵琶 我跟阿子说 新进贡的琵琶 比往年的要甜些 要做成琵琶糕 流到秋日里润嗓子 定是极好的 阿子看了一眼 桌子上留下的果皮 点点头就走了 还说做好了 先分我些替我存着 免得我这个馋鬼偷吃 我笑着叫他好阿子 将桌子上的果皮 全让下人收拾了 又拆人端了盘琵琶进来 随着阿子去置琵琶糕 阿子走时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不自在 却不知阿子为何要看我 又觉得那琵琶甜蜜蜜的 实在产人 也没计较许多 等我大了再想的时候 我才知晓 虽说我与阿子同岁 但阿子是大了我许多的 阿子想的是比我多的 阿子心思细腻 我那时的心眼 却是碗那样大了 我的吃穿用度 都是下人亲自动手 我自己背懒 是不肯亲自动手的 懒懒散散的模样 连母亲也说过我几句 不过我拉着母亲的袖口撒个娇 说句好话 母亲笑我几句娇气 也变过去了 这些事 府里人都是知道的 阿子也知道 其名来找我从来就只是找我一个人 都是进我的小院 是不见阿子的 我房里的大丫头也说过 其名见我时 穿的衣裳格外好看 其名写戏本子的事 是他身边的小思悄悄告诉我的 我知道的时候 其名还拿着戏本子 给戏班子排戏 其名亲自去请教了 写戏本子的先生 学了粤鱼 才肯动手给我写的 我那时才想起 阿子说的那句 其名的衣裳做大了是何意 其名是累瘦了的 还是怪我不好 我心里有些羞 让府里的厨子 做好了绿豆下的白团子 乘在红七木石盒子里 提着给其名送了去 我见其名时 其名刚从戏台子处跑过来 见我来了 有些忙乱 慌张地将手在衣裳上摸了几下 我看了看 他手上脏兮兮的 连脸上也带着土 其名没跟我说话 一溜压跑了出去 因着跑得太急 还摔了一跤 那云锦段子的好衣裳 算是糟蹋了 我在后面叫了他几声 他却装没听到的 我眼着嘴笑了起来 其名可真笨 其名在回来时 衣裳换了 靴子也换了 连腰间的玉佩 也换成了李渔文的血玉 我看他喘气的模样 笑着调笑他 做什么 还真当要娶新娘 见阿娇 自然是与见旁人不同的 要是不相干的人 我哪里管这些衣裳靴子的 定是离夜不肯理的 我把手里提的石盒子 给了其名 其名笑得眉眼弯弯 他手上也是干干净净的 其名与我说 他刚刚在给戏台子刷漆 想着能好看些 我笑他傻 这种粗活交给下人就好了 哪里用他这么个娇贵公子动手 其名冲我意味深长的一笑 这哪里能一样呢 我懂其名的意思 只要他肯对我用心 我便是欢喜的 其名本打算将南风小记 排在我的生辰宴上 讨我开心的 可我那日却突然发了热 整个将军府乱做一团 也没人有心思 去看其名究竟写了些什么 后来 其名在邀我 与阿子去他府上的时候 我才能看到 其名到底对我有多上心 其名写的戏本子里的故事 就是我与他的故事 只不过我是天上的哲仙 其名是世间的凡人 南风之我意 吹梦到西周 其名将我比作了南风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欢愉 知道你娇贵 连戏本子里 都是将你写成了天仙 生怕你受了委屈 其名拉着我的手 那出戏我现在也记不大清了 只记得 其名在戏本子里 叫我南南 我那日果真未曾合眼 我想着其名 想着想着就流了泪 与母亲用善食眼周红肿 母亲没说什么 我忘不了其名 我得承认 即使他有了良人 阿娇 莫要再想他了 阿子握住了我的手 冲我摇了摇头 我抹了一把脸 就跑了出去 头也没回 我跑回了自己的小院 连屋里的大丫鬟 问我怎么了我 也没答话 又将头闷在了软枕上 心里还是装着其名啊 要是阿子不提南风小姬还好 我能装出一副 安之若素的模样 可是阿子提了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又想起了其名 想起十岁的其名 说他是我哥哥 十三岁的其名笑着说要娶我 十七岁的其名带我策马游街 我想其名了 好想好想 想他能像往常一样宠着我 纵着我 说要娶我 我这几日以泪洗面 连母亲也看不下去了 竟陪着我一起哭 说我命苦 我知道母亲不只是在哭我 也是在哭她自己 府里的人都不提我 与季萱的事了 也不提我与其名的事 这似乎成了个禁忌 府里的下人见了我 都要躲远些 生怕出了眉头 阿娇 你知不知道 其名的心上人叫什么 阿子有一次提起了其名 但我知道阿子不是为了让我难受 她叫西周 我瞪大了眼 愣愣地看着阿子 忘了她吧 阿娇 她不值得你对她好 阿子温润白皙的双手 附上了我的眼 轻轻地摸我的头 我扶在阿子的肩头 哭得撕心裂肺 西周 西周 这本是其名换我的诗句 我后来哭晕了过去 还生了一场大病 其实倒不是什么厉害的病 也是我自己不想好 母亲说我从生下来就不安生 大病小病的接连不断 快成了个药罐子了 我生病生了整整三月 听阿子说 其名倒是拆人送了恶娇来 继轩也来过三次 说是要探望我 都被我母亲拒了 我现在这模样也见不得人 大病过后 我随母亲去了青云寺 母亲说是要攻些香火钱 替我积福 我在寺外等着母亲 看着不远处的槐树 倒是比我家后院的要大些 两个我也揽不过来 寺里有个风和尚算姻缘 京城有名有些的小姐也都算过 十之八九是灵验 阿子之前与我说过 我那时还与其名相好 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 我该听阿子的 那风和尚住在寺外 我按着阿子的话 寻了他的住处 见了他的模样 才知果真是个风和尚 他没问我来做什么 我也没说 他端向着我的眉眼 说我的桃花落了 阿子说 我从青云寺回来后变了很多 到底哪里不一样了 他也是说不清的 我没跟阿子说 那风和尚的话 阿子不是我 也不会懂 我在没跟阿子说过其名的事 好像真真没了他这个人 我也像是大车大雾一样 我与阿子说纪轩要说得多些 阿子也觉得 我的话在里 纪轩看着 像是个会疼人的 齐鸣与西州的事 在京城算是传遍了的 倒是有不少人要看我笑话 我也没放在心上 齐鸣与西州 干我什么事 近四月了 阿子的生辰该操办起来了 我躺在阿子的他上 游着阿子替我拢头发 不急 倒是你 跟纪公子的事 要择个好日子定下来 阿子散下我的头发 开始替我揉双鬓 哪有那么快 我也才刚知道 他叫什么 住哪里呢 我和卓眼 嘴角微挑 还说快呢 自己倒先笑起来了 阿子见我的笑意 晓得我心里甜得跟蜜一样 阿子从来都是知我的 说起纪轩 我是从我母亲那里 听了他的事 那夜年关公宴 一共请了三家 我家 齐鸣家 再就是纪轩家 纪轩不是纪家的长子 也不是狄初的公子 却是最知书达理的 我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纪轩自长君 大我四岁 母亲说他生的模样野俊 又考中了功名 将来跟了他 是享福的命 我听我母亲的 今日 我在后院的小秋千上悠荡 看着湛蓝的天 却觉得有些发冷 刚想回屋 拿个厚些的薄衫 就看到 有小丫头急急忙忙地跑来 说母亲请我去一趟 我没回屋 直接去找了母亲 母亲拉着我的手 说我真算上市的福星 我不知母亲高兴些什么 只是听她说 纪轩邀我一同泛舟游湖 就在今夜 我心里也说不上是多欢愉 只觉得有些甜滋滋的 我这也算有人惦记了 下人们替我穿戴好了 我对着黄童镜笑了笑 身旁的大丫头 说我笑夜如花 谁娶我 定是上辈子 积了天大的福气 我听着没回话 却觉得这话好听 我爱听 傍晚的小风却实揉 可春寒料翘的 也有些凉 我被下人带着进了画房 纪轩坐在画房中 周遭点着昏黄明亮的油蜡 我看着纪轩 她见我来了 冲我一笑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我突然想起了论语里的一句话 却觉得纪轩算是先君子 后冰冰 孟小姐先坐 画房简陋 孟小姐见笑了 纪轩说着 替我侦查 是雨前龙井 我爱喝的 一准是母亲告诉了纪轩 孟小姐能负纪某的腰 在下心中欢愉 纪轩的话像是暖春的涓流 直直流到了我心里 我有些没法应她 我觉得我该是脸红才对 我只是冲纪轩微微汗手 算是回礼 我实在是没法子 与纪轩这类翩翩公子相处 我从前交往的都是些浑人 哪里懂什么诗书气质 我脸红 也该是心里修的 我与纪轩在画房里做着谈话 纪轩与我谈了许多 知道我不通诗书 便给我讲民间的传奇 我听着纪轩说的话 看着纪轩这个人 想着我的如意郎君 孟小姐在下唐突 敢问孟小姐觉得 今夜的风如何 甚好 我憋不出什么诗句来应景 只是甘别别的一句甚好 纪轩莫要嫌弃我才好 今夜的心呢 甚好 那人又如何 自然也是好的 我说完 听到纪轩轻笑一声 羞红了脸 一连三句好 纪轩定是要笑话我不读书 孟小姐 继某此生欢愉 便都在今夜了 纪轩看着我的眼 我看着纪轩的眼 她眼中有我 我微微一正 看着纪轩 才知道 她也是属于我的 我不知那夜是怎么下的画房 我脑子全成了江湖 迷迷糊糊的 只记得纪轩的一句此生欢愉 纪轩 算是我半个夫君了 孟家迪小姐孟和 与纪家二公子纪轩游湖一世 算是传遍京城了 我母亲开始盘算 与纪家结亲的日子 我看着我母亲 为我准备嫁妆 想着到底是多少年前 母亲才这么开心过 出身什么的 我母亲看得很淡 觉得只要我心仪就好 我又见了纪轩几次 她说我是能换她长军的 她将我看得很重 这我知道 我父亲又张罗为阿子半生尘宴 还是与往常一样 极尽奢迷 齐名差人送了贺里来 是对金镯子 我远远瞧着 阿子笑得美极了 我又与阿子恢复了 往常散漫闲逝的日子 我与阿子说 等入秋后 阿子就不常见我了 阿子捏了我的鼻子问 什么时候搬进祭府 我握着阿子的手说 七月初六 纪轩亲口说 在我生辰之日 娶我进门 今日 我在后院荡秋千 听阿子为我弹春江花月夜 突然 我母亲来了 拉着我的手就要走 我问母亲怎么了 母亲走得急匆匆的 并未理我 等我换上丧服后 我才知皇上驾崩了 祖上的规矩 皇帝驾崩 我们这些官宦臣子 是要服却三月的 我和阿子在府中不得外出 只听了些风言风语 这京城 怕是要变天了 我耸着鼻子闻 今年的荷花还未开 新帝登基 是先帝端飞的儿子 十一岁的年纪 我问了旁人是谁听证 端飞吗 旁人都摇头 说是摄政王 镇国大将军的公子 齐和珅 是了 我今年快二十了 齐明二十二 早就取字了 只不过是他不愿告诉我 我没想到 是齐明坐上了这个位子的 我原以为是他父亲 到底各种缘由是何 我也不清楚 没人能给我说了 因着扶桑 我与季轩的婚事也推后了 推到了明年开春的日子 三个月过得也快 我又换上了钱粉的开衫 今日父亲早朝下的早 回来石面上也带着笑 母亲问他怎么了 父亲说 阿子的婚事有着落了 我没仔细去听 阿子那样好 争着提亲的公子定是不少 只是苦了阿子 要一个个慢慢挑 我没再去见继轩 母亲说 近些日子惊成乱 让我少出门的好 于是继轩就与我写信 继轩说 他今日读诗 觉得尔良二字甚好 我知道继轩的意思 梦河 梦尔良 是好听的 我又躺在阿子的他上 问阿子到底选中了哪家公子 阿子眼中满是柔情 摸着手腕上的金镯道 很好 很好的公子 我看着阿子手上的金镯 觉得有些眼熟 那日府上来了人 说是祈府的人 送了洗铁来 我没再去奢望 淡然地看着 洗铁上的人 是我阿子 孟兰小姐 今日宫中出了大事 丽部侍郎李仁 被押入了天牢 明日午时问斩 听父亲说 是李仁看不过齐明当政 几次上书不得 竟然派人挟持了西州 逼着齐明还政 齐明当了摄政王 确实有过不少风言风语 但齐明做事果决 手段很辣无情 将有一生的人都撤了关 齐明手中有兵权 做事肆无忌惮 他杀法果断 独断专行 底下确实有人怨 但都敢怒不敢言 独独李仁当了出头鸟 没想到齐明只留了一句 李大人随意 李仁背上了一答的奏书 捉拿下雨 哪有人管西州的死活 有了李仁杀鸡儆猴 朝廷上下 再吴一声 要说我难过 确实也心痛 我阿子他瞒着我 瞒得那样好 那之后 我阿子嫁给了齐明 大张旗鼓 京城的几十条街 都是明眼的红 阿子临行前 对我说了句对不起 我没在理 他已算不上我阿子了 我看见齐明来娶我阿子 他坐在马上 一袭红衣 我想起不知何时 他也是这样一袭红衣 驾马而来 喊我阿娇 阿子走了 齐明自始至终 都未看我一眼 我看着阿子的红叫 突然想起 齐明要去边关那年 就是穿的这样的红 他来找我 说还会回来看我 阿子嫁了人 我只盼着与季萱成亲了 季萱邀我去了画坊 我喝着雨前龙井 季萱说 尔良 快到上元节了 咱们的婚事也尽了 尔良 我准他这样叫我的 我嗡了一声 却见他凑近 轻轻还住了我 尔良 我只抱抱你 我由着季萱抱我 听他在我耳边问我 能不能换他长军 我没答话 我总觉得季萱对我有些好过头了 阿子回府省亲 按规矩来 我是该去见一面的 可我没去 只是待在屋里烤火 阿子要走了 阿子身边的丫鬟 不是他在孟府的贴身丫鬟 而是孟府里出去的 与我交好的兰兰 兰兰在临走前对我说 摄政王与阿子原房那日 叫了一夜的阿娇 阿子走时 是齐鸣亲自来接的 我看着齐鸣扶着阿子上轿 提着他的裙摆 这些都是齐鸣对我做过的 开春了 听京城的人说 摄政王与孟小姐恩爱有加 平日里连吃食也是亲手喂的 不光我看得出来 旁人也看得出来 西州根本就是个幌子 是齐鸣为了娶我阿子的幌子 要是没有西州 受苦的便是我阿子 今日我母亲欢喜 是我与季轩成亲的日子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我一个人在后院荡秋千 唱着小调 没人推我 季轩没来 她毁婚了 尔良 不要怨我 摄政王手里 有炎炎的命 我娶你 实属负命难胃 但我心有所属 不愿意委屈了你 我才输学浅 娶了你 也算攀了高门 尔良 你是个该被人捧在手心里疼的 我配不上你 山高水远 怨汝顺遂 这是纪轩给我的书信上最后一句话 从那之后 我再没有见过纪轩 她口中的炎炎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我猜 那才是她放在心家上的人 我又想了一遍 纪轩给我讲过的民间传奇 那都是炎炎听剩下的东西 有人说 纪轩带着她的心上人远走高飞了 连功名也是不要了 京城中人人称赞的 如玉公子纪长君 再也不见了 纪轩毁婚这件事 我是该料到的 只因她对我太好了 我说不出到底是不是难过 纪轩也算是我放下齐鸣 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听下人们说 阿子的字是齐鸣曲的 越好 梦越好 可我又觉得耳梁也是不差的 只不过往后 没人再叫我耳梁了 梦越好 花好月圆 齐鸣是真喜欢我阿子 男儿薄情又多情 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我从后院的槐花树下 翻出了去年酿的槐花酒 顶竹小拙 独我一人 醉意朦胧间 听到窗外有声响 我刚想起身去看 却被一双粗利的大手捂住了眼 阿娇 别哭了 齐鸣来了 酒醒了 阿娇 我不是有意不理你的 我怕我很不下心 我转身看向齐鸣 他还是那样俊美 只不过却是别人的夫君了 如今 我也只能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齐大人 齐大人 您是娶了我阿子的 阿娇 还叫我齐鸣好吗 我喜欢听你那样叫我 我淡淡地看着齐鸣 用力分辨他的真心 齐鸣 我不敢再信你了 阿娇 我来晚了 我以为这样你便不会被绞进云语里去了 可是我错了 阿娇 让你难过 我该死 齐鸣一边吻去我眼角的泪 一边沉声说着对不起我 多少双眼睛盯着我 阿娇 我哪里舍得你受一点伤 只是如今我当政 娶了你 也是害了你 西州是假 孟兰也是假 我本打算料理完 里人就娶你 可孟兰来找我 跟我说还不到时候 还不能娶你 齐鸣与我细细说了 我才知 我阿子也是会求人的 阿子心悦齐鸣 他从未与我说过 那日阿子去找了齐鸣 求着齐鸣娶他 阿子说 他从小变西岳齐鸣了 但是齐鸣未回应他 于是阿子就搬出了父亲 齐鸣动摇了 我父亲也是朝廷公骨 有不少人卖握在手里 阿子又说 将来我的位子是会还给我的 是不会与我抢的 又说了其中的好些利害 齐鸣这才应了婚事 我阿子要受宠些 比起我 娶我阿子 好处是要多得多 阿娇你放心 我满心都是你 是容不下旁人的 我看着齐鸣 觉得他不成 齐鸣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当真是修了我阿子 要娶我吗 孟兰说 他不会与你抢正气之位的 共事一军 齐鸣 你可曾想过我 阿娇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齐鸣与我阿子圆了房 喊的却是我的小字 我觉得可笑 阿子才是他这儿八经取进门的 我算是个什么 我觉得 我母亲像是什么都懂 阿子那么温柔 我要是个男子 也会动心的 要是放在以前 齐鸣定只要我一人的 肌肤知切的情意 实在比日久天常来的要快 我现在倒是觉得 我阿子能在我母亲手底下 活得好好的 也算是个厉害人 齐鸣说 与我阿子有了床子这一层关系 若是抛下了我阿子 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 他将我阿子留下了 却还想着要娶我 齐鸣 真叫我恶心 齐鸣 我们都大了 阿娇 我与孟兰圆房 只因我那日喝多了酒 她没眼有些像你 我认差了 阿娇 你打我 只要你消气 齐鸣还对我说 季萱当初要娶我 本也是他父亲的意思 到底是前程重要 可季萱还是选了他的演艳 我好生羡慕 我想起了我母亲 要是没有齐鸣阻止 或许京城 又该多了个笑话 在这世上 我还是该感谢齐鸣的 万香斋的南风之我意 你吃过没有 是我让他们出的菜品 你脾胃不好 我想着你听了菜名 会多去吃些 但万香斋的人说 你去的次数很少 阿娇 以后我天天做了给你吃 好不好 阿娇 等我能掌权治国 到时定是铺了红装 十里来娶你 我平静淡然地听着齐鸣 说他爱我种种 任由他抱着我 我闻到了他身上的玉兰香 确实要比何香要好闻 我醒来时 已是清晨了 齐鸣走了 我摸着空荡荡的床背 没有余温 我从梳妆台的匣子里 拿出了我存放的东西 有阿子 给我的酸梅子的和人 齐鸣的竹蜻蜓 还有一大落信 有齐鸣写的 也有季萱写的 我自己生了火 将这些全都扔到了火盆子里 齐鸣说爱我 却娶了我阿子 季萱说爱我 却当众毁婚 阿子也说爱我 却抢了我的心上人 左不过是大梦一场空 兜兜转转 却是我一个人 在戏台子上唱曲 我想起了南风小季 里面的南风 与齐鸣长长久久在一起了 可南风到底是指我 还是阿子 我想起了那夜年观光宴 我在宫中遇到的公子 齐鸣与我说 那是季萱 我是早该料到的 果然又是把我算计进去了 也是我活该 我想到我母亲 有些舍不得 这世上要说我对不起谁 便是我母亲 世上安得两全法 娘 我是不想再活着了 你莫怨我 若有来生 千万莫脱生到富贵人家 我也不想再有阿子了 我将外头的下人都撤走了 拿起了走个去不装拿的织紧布匹 撕成了两半 挽了个扣 便悬在了梁上 齐鸣 季萱 孟兰 都将我忘了 那我也不去念他们的好 孟府的孟儿良也是会使小性子的娇气小姐 终于 轮到我做一回主了 番外 齐鸣篇 三月初七 阿娇离我已是满三年了 她心可真狠 都舍不得回来看看我 我一个人蹲坐在将军府的槐树底下 喝着阿娇在我府上后院埋的槐花酒 这三年 我将摄政王的大拳扔了 将孟兰修了 也请法师做了回魂的法事 可是阿娇还是不回来 她还在怨我 边塞出关 我父亲与我说 我将来是做大事的人 那年 我十七 父亲与我说了很多 我突然意识到 只是单单当个将军 是护不了阿娇周全的 从那时 我开始盘算 到底怎样 才能让阿娇安安稳稳度过一生 我父亲来看我的骑射 突然说了一句 有些前朝王大人的风范 我没听过什么王大人 我问父亲谁是王大人 父亲瞇了瞇眼 说 他呀 是前朝的摄政王 我喜欢与阿娇通信 他说着他府上事情 连下人将他的珠石花垫 摔碎了这样的小事 也要同我说 但我喜欢听阿娇与我说这些 他心里念着我的 我在边关风吹日晒 模样也有些变了 也不知这样 阿娇还是不是愿意看我 我心里 是有些怕的 年关回京 我来不及与阿娇多说话 父亲总是赶着我急匆匆走 我一直想着 等我来日安稳下来 再同阿娇说话 也不迟 后来 我遇到了那个女人 她生的妩媚风流 父亲说 她算是我的通房小妾了 她是我父亲送来的 在我的床铺上 一丝不挂 我披了件衣裳就出去了 拿了我的平安符 这是阿娇为我求来的 我日日贴身带着 今日 边关突然发了识意 好多人死了 这件事 我没跟阿娇说 她胆子小 我怕吓着她 我让人快马加鞭 到京城的万香斋 添了道菜 名叫南风之我义 我为阿娇写过南风小记 她是知道这句诗的 希望她听了 能多去吃些 她脾胃不好 边关的识意 要是她换了 怕是撑不住几天 我知晓边关的风吹不到京城去 可阿娇身子弱 我担心她 后来 父亲还是给我送人 我都没有理会 我也跟父亲说 明白了 除了阿娇 我不会同其他什么不相干的人 沾上什么关系 父亲第一次打了我 他让我在营帐外头 站了整整七天 没让人给我一点饭食 我最后抵不住 在日头下昏了过去 在醒来时 父亲问我 还是指认梦河吗 我点点头 不管他再如何罚我 我是只要跟阿娇过完一辈子的 父亲果真心狠 没让人给我医治 将我扔出了军营 又扔给我上万只剑 让我一天将这些剑全部射穿 不然就罚我五十大板 我那时觉得 我父亲 想要我死 父亲说 我不该沉溺于这些儿女情长 这些会毁了我的前程 后来 我与阿娇通信的事 被我父亲知道了 他又罚了我 可我已是不在意了 他派人看管我 不许我拿笔 半年 我只能给阿娇写一封信 父亲说 只要我坐上了摄政王的位子 他准我 将阿娇取进门 我问父亲 他自己为何不做 父亲说了些什么 也提到了我娘 我才知 我父亲不想坐这个位子 但他能看 我坐上去 我二十一 回京 父亲说 皇上 快要驾崩了 我听了 坐在马上挺了挺身子 心里毫无波澜 皇上驾崩这件事 我父亲 早就与端飞串通好了 而我 就是摄政王 在见阿娇时 他变了许多 长高了 也漂亮了 可我说了许多 让他难过的话 阿娇跑开了 再没理我 我与孟兰谈着话 父亲说 要我娶孟兰 他心悦我 我问过父亲 为什么不能娶阿娇 阿娇与孟兰 都是孟大人的女儿 父亲将我嘲弄一番 说我太吃 要是有一日 我陷入困境 帮我的 只能是孟兰 孟兰比阿娇 要受宠许多的 我思量着 我要是娶了孟兰 阿娇会怎么想我 我没听我父亲的 我是不能娶孟兰的 不然阿娇 定是不原谅我了 西州 也就是在边关 我父亲送我的第一个女人 我为他娶了西州的名 这是从南风之我意 吹梦到西州里摘的一个词 这次 我算是伤透了阿娇的心 但我没办法 父亲说 要是我不早早 与阿娇撇清关系 往后 便不让我再见阿娇了 我父亲有手段 他会杀了他的 兵权还是在我父亲手里 阿娇 你等等我 等我把位子坐稳了 我父亲就伤不到你了 我坐上了摄政王的位置 也用西州处置了李仁 李仁跟我父亲有过节 是看不过我的 我将西州的事 在京城大肆宣扬 李仁但凡有心 是该用他来威胁我 本以为料理完李仁 我父亲就可让我与阿娇 长长久久在一起了 可我父亲说 要我娶孟兰 而不是孟和 那时京城都传 阿娇要嫁给季萱了 我跟疯了一样的 想要杀了季萱 他怎敢碰我的人 可我父亲说 只要我娶了孟兰 阿娇 还是我的 我是懦弱的 旁人都说摄政王做事冷酷无情 可谁知 我那只是怕 怕我父亲真的将阿娇杀了 他是做得出来的 摄政王这个位子 与其是说我在做 不如说是我父亲在替我做 在许些事上 都是父亲与端飞做主 我自己能拿主意的很少 阿娇 是我的软肋 父亲说 做大事的人 没有软肋 阿娇在他父亲面前 有多不受宠 阿娇与我说过 就算阿娇死在了孟大人面前 他也会和和气气的 请人挑了棺材 将他的亲女儿下葬的 早年阿娇的外祖父 还有些势力 后来被贬了棺 家道中落 阿娇 在孟大人面前 更不值得一提了 我父亲说 我娶了孟岚 阿娇的父亲 就与我站在同一条船上了 阿娇的父亲 手里人卖广 我现在 最需要这个 而阿娇 这些事 他都不能替我做 只有孟岚 再后来 我娶了孟岚 我那时才认清了 孟岚是个怎样的人 温柔小意 他懂我在想什么 孟岚知道 我娶她是身不由己 也知道 我心里只有阿娇 可是孟岚不在意这些 他与我谈天说地 孟岚 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 但我只将她当作我的知己 孟岚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阿娇小时候的事 她知道我想听什么 她知道我的无奈 知道我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但她心甘情愿 听我说这些苦恼 她会为我披上衣物 说一句 这不是你的错 孟岚 对我是真心实意的 我在夜里处理政务 她会细心点上凝神香 也会为我演好磨 说一句 生汤在炉子上微着 记得喝 孟岚从来不会让我不舒心 有她 我觉得那几年 阿娇该是被照顾得很好 我也放心了 我醉久了 跟孟岚圆防了 是我没想到的 孟岚说着不怪我 她是愿意的 我跟失了魂一样 我本来 都是想留给阿娇的 可现在 我配不上她了 孟岚心悦我 从小就心悦我 这是她告诉我的 我与她相处了几个月 她便对我说了这句心悦 我心里 起了波澜 我承认 我对阿娇 再不是从前那样纯粹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对阿娇 远没有以往的时候上心了 也许是在边关那几年 四五年了 能变的事情太多 我只把孟岚当知己 可我与她 有了床子关系 不能将她抛下 我喝了几夜的酒 想了很多 我娶了阿娇的姐姐 还与阿娇的姐姐圆了房 纵使我对她没有情意 我跟阿娇 也回不去了 阿娇会嫌我脏的 她多爱干净 往日 我是连帕子 都为她随身带着的 或许 自我去边关那时起 我与阿娇 就是两路人了 孟岚 我不爱她 也不会爱她 我对孟岚的情意 就像是秋日里的凝云 淡淡的 远远的 也没有怦然心动 我今生唯一一次的心动 给了阿娇 可是与我原房的 却是孟岚 我无言面对阿娇 我最爱阿娇 但我不能跟以前一样 说我只爱阿娇了 阿娇 我这辈子都配不上你了 京城的人说 阿娇与季萱结亲的日子近了 我原想着 要是季萱这人 是真心疼阿娇的 我也便罢了 可是季萱有了别人 我拿住了季萱的心上人 但我没办法 我有私心 我不想让阿娇嫁给别人 后来 我跟阿娇说了一夜的心里话 本想再跟阿娇叙叙旧的 没想到 孟府来人说 孟家二小姐 孟和 今日入恋 阿娇走了 没跟我打声招呼 她再不想见到我了 我与父亲决裂了 也将孟兰修了 在朝廷中闹翻了天 阿娇没了 我活着也没意思 我在边关为阿娇画了画像 我夜里抱着画像 好像阿娇还在 我轻轻叫她的小字 一声一声地唤她阿娇 我与阿娇是没了缘分了 可我不甘心 我请法师给阿娇回魂 三次 整整三次 都没有回音 父亲说我是心疯了 请了医官来给我看病 我第一次想就这么撒手去了 但我想着 要是阿娇的魂回来了 找不到我怎么办 我再没上过潮 父亲日日让人打我板子 可我心里也不觉得疼了 后来 父亲也不管我了 他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我早该拿我自己的命 去逼我父亲的 可是我想 也许我父亲 也有想通的一天 可阿娇走了 我再怎么忏悔 也没意义了 我是活该的 我想求阿娇母亲的原谅 我在梦府外 求了整整四月有余 日日跪着 孟兰出来看过我几次 她哭着喊我 齐鸣 梦河死了 你看看我 孟兰 哪里比得上阿娇 我的阿娇 是天上的明月 阿娇的母亲 没与我说一句话 只让下人打发我回去 但她也出家了 我托人专门 为阿娇的母亲 修了四秒 算是我能做的 最后一点事了 我在梦府外 跪着的那段日子 父亲没拦着我 我抱着阿娇的画像 在京城铺了十里红妆 与她成了亲 真好啊 我与阿娇 也算结成夫妻了 阿娇 什么时候 你来看看我 你不来看我 那我便找你去了